根据中国海警局于5月15日发布的第三号令,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将6月15日起施行,今天就是新规正式实行的日子,这既是一部刑事程序规章,又一部专门规范海警行政执法程序的主干规章。 中国海警已得到授权,可以在中国海域,对被认为威胁我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籍人员,采取拘留和审查措施,最常可扣留60日,不客气了,我们不针对谁,但谁要在南海继续挑衅中国,就收拾谁,美国却坐不住了,它又不安了。 6月14日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,中国国内法不是用于他国专属经济去获公海,悬挂他国国籍的传播,执行这些法律将会大幅升级局势,中国在自己领海执法,却被说成了升级局势,美国忘了自己当年在公海,强行搜查中国银河号仪式了吗? 跟美国这种国家没有什么道理和规则可言,他唯一听得懂的就是导弹呼啸而来的声音,而甘当炮灰的菲律宾当局,看见美国不安,也赶紧出来配合,嘴很硬。 6月14日,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,菲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,我们不会被吓到,不会胆怯,我们将继续在菲律宾海域展开海上巡逻。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当天也表示,这不仅是军人的事,也与其他政府机构有关,当然也包括菲律宾渔民,事实上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,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开展行动。 他鼓励菲律宾渔民,继续去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去捕鱼,飞军和海岸警卫将会保护他们,既然飞军方要跳出来,那就看他能跳多高。 6月3日至4日,人民海军在仙兵郊海域,举行了两栖登陆实战演练,动用了两艘气垫艇和两架舰载直升机,演习分两次,每次持续约7个小时。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,当天他们拍到中国海军一艘军舰,释放两艘气垫船的画面,气垫船在海面飞驰,并与母舰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络。 很不寻常,也就是说人民海军已经做好了登陆战的准备。 飞方所称的我海军军舰是五指山舰,该型船物登陆舰排水量超过了两万吨,目前共有八艘,其中五艘归属于南部战区。 甲板可停四架直扒直升机,舰物可容纳数十辆两栖装甲,舰物后部可装载四艘野马气垫船。 这对菲律宾海军来说是碾压性的优势,但中国军舰威慑飞军只是其作用的小小一部分。 它针对的是目前南海局势,055大区也去了南海,而且是集结了三艘。 6月12日,央视进行了相关报道,在本次演训中,南海舰队出动了,延安舰、尊义舰和咸阳舰三艘055型万吨大区,以及一艘052C型驱逐舰海口舰。 菲律宾最之前的家当,就是五艘主力护卫舰。 最先进两艘是从韩国购买的,排水量2600吨的黎沙级护卫舰,舰上武器尚未安装完整。 另外两艘亚普级护卫舰,为韩国退役炮舰。 还有一艘二战时期的马尔瓦级轻型护卫舰,飞海军吨位最大的水面舰艇,是由印尼建造的。 排水量1.1万吨单陆级船物登陆舰,但由于经费不足,一直在港口泡水,能出动的只有几艘美国赠送的退役巡逻舰,其他包括日本赠送的海警船。 更不值一提,中国人民海军在南海大规模集结兵力,这种证实是菲律宾从未见过的,算是让他开开眼了,但我们的对手是美国海军。 美国正拉着一些国家在太平洋搞环泰军事演习,原计划从6月26号持续到8月2号,参演国家包括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、巴西、文莱、加拿大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丹麦、厄瓜多尔、法国、德国、印度、印尼、以色列、意大利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墨西哥、荷兰、新西兰、秘鲁、韩国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 斯里兰卡、泰国、唐加、英国和美国,共29个国家,联合特遣部队司令由美国人担任,副司令由日本人担任,看起来声势浩大,但总共才有40艘水面舰艇、三艘潜艇、150架飞机,据说参演人数超过2.5万人,平均下来一个国家都凑不起两艘军舰, 有的国家甚至不派军舰,就是来打酱油的,两年一度的环太军演以前也邀请中国参加,后来美国觉得风头被中国军舰抢了,就不再邀请中国了, 这次环太军演与以往最大的不同,是突出了苦主菲律宾,菲律宾海军称,将派出一艘登陆舰,和一艘护卫舰和军机参加,已壮声色。 可是到了6月13日,菲律宾发言人亚格斯宣布,菲律宾将部派军舰参加环太军演,直派观察员参加,理由是国内有更急迫的任务需求,而在5月27日,菲律宾海军另一名发言人林库纳是这样说的, 过去数年,菲律宾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环太军演,这时是第一次派遣军舰、军机,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参加,菲律宾海军正走向现代化,现在有能力派遣军舰,结果是到临头,他缩了回去,只剩下嘴硬,美国拿鞭子抽他,他都不伸头,菲律宾缩回去,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武装力量有三大短板,一是陆军, 二是海军,三是空军,而这三大短板,不是拜登喊喊跟菲律宾站在一起就能解决的,拜登一不给美元,二不给武器,跟菲律宾站在一起干什么,比看谁尿得远吗?菲律宾还有一大短板是香蕉的,老杜用了六年时间,将菲律宾推向了中国最大香蕉进口来援国的位置,结果小马克思用了三个月时间,就将冠军宝座让给了越南, 今年前四个月,中国自菲律宾进口的香蕉只有0.8亿美元,同比下降43.7%,几近腰斩,还有其他热带水果也受到了影响,美国愿意进口这些香蕉吗? 日本愿意吗?欧盟愿意吗?去年七月冯德莱恩在马尼拉是怎么说的?欧盟坚决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,现在菲律宾需要支持了,冯德莱恩要不要买几根香蕉一死一下? 老杜早就多次告诫菲律宾人,美国人不可信,他们是要拿菲律宾当蚯蚓掉中国,菲律宾绝不能上这个当,但小马克思就跟被美国捏住命名一样,一而再,再而三的在南海配合美国挑衅中国,让老杜六年功德白白做。 如果不是因为看到了乌克兰惨状,菲律宾内部有人强烈反对派军舰,这一次小马克思当局还真的敢派出军舰参加军演,菲律宾要打的话,南海舰队派出三艘军舰,菲律宾就有灭国之忧,菲律宾在南海何止是一个仁爱交在跟中国闹? 既然你要全面跟中国对抗,那么中国要解决的,也不会只是一个仁爱交座谈军舰问题,菲律宾以为有美国军舰在给他撑腰,中国就会怕,海经法新规后面是中国人民海军。 6月12日,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里尼达称,中国海军在南海地区部署的军舰数共计22艘,其中仁爱交8艘,马欢岛5艘,仙兵交4艘,双黄沙洲2艘,中叶岛,南药岛,西叶岛各1艘,他还说尚可应对,尚可应对,继续应对,一篮子解决中非南海问题的时机并不常有,以前总是一个岛一个交的在跟菲律宾模。 中国海警法新规,就是一篮子解决中非南海问题的手段之一,先用海警管起来,而真正的斗争在中美之间,范围也不只是南海,还有台海钓鱼岛,菲律宾的价值只不过是成为美军海空基地,中美两军一旦在太平洋攀排,菲律宾就必然成为战场,而菲律宾浑身上下都是短板,毫无还手之力,小马克思倒是是要让菲律宾人, 成为难民涌入东南亚邻国吗?所以东南亚国家没有一个敢支持菲律宾,中国不称霸,也不想欺负弱小,但菲律宾也别以为我若我有理,现在必须给菲律宾当局这种小丑利规矩, 各国也可以从菲律宾身上看到,跟中国搞两面三刀,必定要付出代价,那些喊战斗到最后一个菲律宾人的政客,是打算为美国而死吗? 别忘了你只是美国菜单上的一盘菜,美国靠得住,母猪能上述。